百亿私募大佬被抓 已失联半月 15岁上大学 22岁闯荡华尔街 临近年底 大事不断 12月16日早间 百亿老牌私募大佬汪朝勇 已经失联两周的消息让整个创口圈炸了 12月16日上午 新三板挂牌公司 北京信中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停牌 公司称根据媒体报道 公司实际控制人汪朝勇失联 相关情况尚待确认 信中立是中国最早成立的VZCHBE机构之一 中期写显示 信中立成立于2012年6月 于2015年登记备案 现管理规模为100亿以上 该机构于2021年4月19日 被北京证监局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涉及违反基金合伙协议约定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到位 承诺最低收益 以及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和股权动结事项 市场分析 汪朝勇从华尔街神通报如今的失联 源于2016年 汪朝勇16倍杠杆高一价控股 汇城科技 此后该公司业绩表现不佳 股价连年下跌 2020年 汇城科技业绩再次爆裂 立即前年亏损9亿元至11.7亿元 其中 对前期收购的子公司 既提商欲减值准备8.9亿元至11亿元 汪朝勇抵押的股权也频频爆仓 2020年12月3日 北京信中立普信股权投资中心 持有的69万股被江海证券平仓 今年1月28日 因处及融资融券业务活动中 约定的维持担保比例的最低标准 中持汇城持有的1422万股 被首创证券平仓 占公司总股份比例1.77百分号 此外 汇城科技还多次发布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减持的公告 4万股市场减持的数字